千古第一扬谋 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之后 大肆分封流姓子孙为诸侯王 刘邦去世 这些封地辽阔 实力雄厚的诸侯王经常不听朝鲜号令 让皇帝寝室难安 汉景帝时薛藩失败 酿成七王之乱 国家元气大伤 汉武帝上台后 听从主妇眼建议 把艾仙只有敌仗子能继承诸侯王王位及封地的规定 便为敌仗子 次子和树子都能得到封号和封地 诸侯王的封地是固定的 这样一代一代往下分封 诸侯国会变得越来越小 诸侯王的权力也越来越小 借此达到集中皇权的目的 这就是推渊令 但是诸侯王明白皇帝的用意 淮南王和恒山王拒绝推渊 密谋造反 但刚开始就被儿子和孙子举报 二人畏罪自杀 因为拒绝推渊 就是拒绝了次子和树子翻身的机会 当事人自然不愿意 推渊令的厉害之处在于 他是杨某 执行推渊令 诸侯王要被分裂 不执行推运令 诸侯王要内论 即使明白是个坑 也要往坑里跳 比如刘备的17代组件是中山静王 推到刘备之后 已经只能穷到上天卖草鞋为生了